这是一起非同寻常的交通事故 女人正沉浸在怀孕的幸福中 飞车档从旁边杀到 速度之快 力道之大 瞬间就雷出一道血痕 疼得女人当场飙泪 紧跟着她失去重心 仰面向后倒去 丈夫连人带车摔倒在路边 而她却在空中翻转了一圈 这下惨了 虽然没砸到后脑勺 可肚皮承受了巨大的冲击 子宫里的孩子恐怕是保不住了 另一边 抢走青巷链的飞车档 因为坐贼心虚 没能稳住车身 一个划铲也摔了个狗吃屎 丈夫飞身扑上前 发现妻子已经晕厥吐血 已是两命的惨烈场景 让她起了杀心 飞车档下的一脚由门当即开溜 只剩下来不及上车的同伙 被愤怒的丈夫揪住衣领一顿暴揍 不想被活活打死的同伙 瞅准机会夺路而逃 冲到逆响车道的下一秒 就被飞车而来的大客车一波带走 真是活该现世报 谁知道医院的操作更加令人窒息 女人送到手术台时 还残留着一丝呼吸 但主刀一声飞弹没有救人 反而是一刀划开肚皮 拽出面色铁青的婴儿 让小护士丢进垃圾桶里 小护士地位卑微 岂敢不听医生的话 可走到半路 灯光诡异地闪烁起来 她一下子愣在原地 她不是怕鬼 而是塑料袋猛然抽动了一下 婴儿还没有死 不知所措的小护士 将此事告诉父亲后 父女俩都沉默了 在印度 黄花大闺女要是抱回个婴儿 肯定会被邻居说三道四 但要是不管婴儿的死活 她们又于心不忍 犹豫再三 小护士决定偷偷收养婴儿 万万没想到 这样一个善良正确的决定 竟在四年后 引出一个连环杀人魔